《知法守法》, 距离力争, 邓洪说法 欢迎收看每周一期的邓洪说法 今天很开心, 请到资深律师邓洪律师 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法律知识 而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导用身份罪 按照加州刑罚典529规定 如果是以获得个人利益 又或者是伤害他人为目的 而导用他人身份的行为就是导用身份罪 而这个身份导用条款是有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为了防止被导用身份的人受到伤害 第二个也是为了维护司法和政府的信誉 其实邓洪律师, 在你日常工作当中 最常见的华人社区的身份导用行为会有哪些呢 有四类, 很多时候来说年轻人又年轻人 是被人家利用, 拿出自己的身份证 去用信用卡, 拿人家的假身份假律信用卡去救贸 第二类来说, 很多民众来说是身份失去了 没有办法拿到合法的駕駛执照来说 是使用, 购买了假的证件去找工作 或者是很多员工来说是将工作场所 里面客户的资料偷出来, 普遍客户的写案卡 公卡号码, 隔续执照这类资料来说 再出售给人家, 让犯罪集团使用 第四类来说, 很多人因为赌博吸毒的问题来说 是将自己的身份证, 资料来说, 出售给人家 被人去握取贷款, 或者做其他犯罪的行为 那其实如果是假如真的盗用他人身份的话 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加州来说, 因为每四位加州居民 其中就一个人来说, 是被人家盗用的身份 当然来说, 如果是罪名成立的话 盗用身份罪可以判18个月的监仓 同时追犯所有方面的损失 同时, 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 在认换之后来说, 还会被驱逐出境 董律师, 对于那些新移民, 又或者是那些华人居民 其实有什么宗告给他们 他们怎样去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呢 是的, 其实来说, 很多时候来说 每四位民众之中就一个自己的个人资料 可能给人家盗用的 所以一定要不要随便将自己的资料给人家 通知来说, 每年要定期检查一下自己的credit report 看看有没有自己的资料给人家盗用了 如果一旦发现个人的私人资料被盗用 那有什么方式渠道去维权呢 是的, 应该马上当时就向自己 居住的地方警察的保安 有这个警察报告之后来说 同时向三大的credit report company来说报告 做一个叫做frog alert 提醒信用报告公司来说 是自己身份应给人家盗用过 希望来说, 别人不要随便发信用卡给别人 以免牵涉到自己 没错了, 别看少了 好像说社保号或者公卡号 小小几个数字 其实关系到你个人的信誉 各位记得保管好了 好了, 今期的时间差不多 好, 多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的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